走到这一步 我们来反过来 去塑造灰部 塑造灰部 当然灰部走的时候 一定是和这个暗部再进一步的去结合 也不是说暗部就完全到位 它跟灰部的同时 还要再去调整暗部 我们从这个 这个物体上面入手 按一指就够了 足够 因为指纳比较硬 如果铅笔太软 它可能会花 它可以花开 这么多了 但是它可以花开 这个地盘 在某米里上 后面再来 它可能会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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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整体给一遍 整体给再交叉 它是需要好几遍 它能把它画到位 整体给再交叉 整体给再交叉 再加它还是不够 还得加 它需要反反复复夹好几遍 尤其灰部我们更要精致 因为受光部它肯定要比这个暗部要实 整体来比受光区要比背光区要实 因为它看得清楚 很多东西它是光直接照射 很多细节它是能看得清楚的 它不像暗部 都是虚虚的 所以我们在受光区画的时候 一定是要耐心要反复 而且铅皮不能太软 太软的话 那个质感出不来 都是有技巧的 所以我们下软的话 这是一个面 然后往这个面的时候 它就更浅 比这个要浅很多了 然后还有这个线 它就几乎是很弱很弱 这个面膳浅很多 仔细的给它推下去 这个面膳浅很多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左右从这到这也要注意层次变化颜色的变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下面,这个面它也是需要 很弱,比前面这个面还要 就这样细细的带一遍,带一遍就够了 然后这个顶上也是,顶上更浅 如果这些面的颜色排队 那就是它是最亮,它是第二亮 它是第三亮,它是第四亮,它是最重 这个很明确的,这个一定要拉开 拉开它这种石膏的这种体感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去把这个物体 跟上 2H往这个昏面上面画就很好用 非常安全 所以我们看到了 真的是一样的 然后再把水顶面上都好 是 大概的 如果有那么多,我们想会一起面 这个面子 这个面子 这就是 比如 这边 感冻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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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给它留一留 然后我们再去把苹果啊 苹果再走一下 苹果要注意它这个交界线啊 还有就是它的暗部 然后像这个这个这个暗部 可以再给它擦虚 擦虚只有虚了它 还有更多的这种 可加可画性 包括一些更虚了之后它才有 才可能就是说画出更多的这种 很弱的变化很微妙的变化 这样它就非常的含蓄 然后我们尽管把这个交界线 这块把握好 交界线是至关重要非常重要 注意这个面和结构的这种应用 那这个时候就用到这种快面感 那这样它就接上了 看一下这个包块也出来了 结构也出来了 包块结构 以及它的一些朝向面都出来了 那这我们达到了啊 就我们需要的东西呢 它就达到了 注意这个交叉啊 以及它这个 你看受光区和背光区完全是两种感觉 受光区我们是能看到清晰的线条 和这种交叉关系 背光区它完全是看不到的 该用这个手的地方 这是一层灰部啊 灰部一层 也是切面 然后葬上走 葬上走呢 就当葬上走呢 就是为我们攻占了 葬上走呢 就是为我们对此的地方 然后注意这边 松住 松住 这样的话 它这个苹果 它是有形体结构 它是有体块感 不是一个光溜溜的 像皮球一样 当然也有那种苹果 圆乎圆乎乎的苹果 但是我们作为绘画的话 其实更多的还是 就是说这样的苹果 就是很有形体上很有特色 或者说是起伏变化 这样的苹果 它可能画出更有个可观性 也画的过程中 也更有可画性 它不是一个这种圆溜溜的光秃秃的 那种东西 它也可以画 但是它没有这样的东西 它卖看 还是显得简单 那样的苹果 这是交界线 最终一定还是要再去 整体化 还是要回去收一下暗部 还是要回去收一下暗部 这个是很关键的 暗部一定是含蓄的 然后包括 这个 就让它暗部和这个交界线 过渡 要自然 以及交界线和灰部过渡要自然 也就是说从灰部再到交界线 再到暗部 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很 很自然的一个转换 一定是很自然的一个转换 所以这边有这种转换 但是它在暗部和这个转换 终换 因为那种转换 都会是很自然的 这个转换 是 炸到 转换 有 炸到 转换 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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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这样的苹果就比较饱满 而且要把握着它色调 亮不灰不千万不要画得太黑 因为它不是那种红星的那种深红的那种苹果 它还是一个就是偏黄偏白 就是整体色颜色比较亮的这种苹果 黄苹果它比较亮的 所以我注意整体色调 整体色调把握住 眯着眼睛看 其实它的黄苹果这种亮度 和石膏其实差不多 都是很亮的 没有特别深 整个我们再把这个按摩再给它强调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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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苹果呢也很饱满了 好 然后这个按摩就是这个底下 这个里面可以稍微加一加 好 这个画面呢我们基本上到这个程度就差不多了 就是我们能看出来 就是说背景是一个大面积的灰色 背景是大面积灰色 最重的呢就是集中在这个的暗部 还有这这这几块这几块比较重 然后其次呢就是 就是这这个布子底下投影 最亮的当然石膏 然后苹果 然后秤布桌面 然后这是后面的背景 就是整个画面的颜色它要有一个秩序 什么秩序呢就是哪个最重哪个第二哪个第三 大块之间对于小块之间对于 它有这样的秩序 好